宗徒大事录 第四章 正当他们向百姓讲话的时候 司机、圣殿警官和撒度赛人来到他们那里 大为恼怒 因为他们教训百姓 并宣讲耶稣从死者中复活 所以下手拿住他们压在拘留所里 直到第二天 因为天已晚了 但听到的人中 有许多人信从了 男人的数目大约有五千 到了第二天 犹太人的首领、长老和经师 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还有大司祭亚纳斯和盖法、洛旺、亚历山大 以及大司祭家族的人 他们就令宗徒们站在中间 仔细拷问说 你们凭什么能力 或以谁的名义行这事 那时 博多路充满圣神 向他们说 各位百姓首领和长老 如果你们今天询问我们 有关向一个病人行善的事 并且他怎样痊愈了 我很高兴告诉你们 和全以色列百姓 是凭那扎类人 耶稣基督的名字 即是你们所定死 天主从死者中所复活的 就是凭着这人 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 好了 这耶稣就是为你们 就十分惊讶 他们既认出他们是同耶稣 在一起的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 同他们一起站着 都无言可对 所以命他们暂且离开公议会 彼此商议 说 对这些人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因为他们确实 显了一个明显的奇迹 凡耶路撒冷的居民都知道了 我们也不能否认 但是 为叫这事不再在民间传播 我们当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可再因这名字 向任何人发言 所以叫了他们来 言令他们绝对不可再因耶稣的名 发言失教 伯多禄和若望却回答说 听从你们而不听从天主 在天主前是否合理 你们评断吧 因为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所见所闻的事 议员们为了百姓的缘故 找不到借口来处罚他们 就把他们恐吓一番 予以释放了 因为众人都为所发生的事 光荣天主 原来 那因奇迹治好了的人 已有四十多岁了 他们被释放之后 来到自己的人那里 报告了大司祭和长老 向他们所说的一切 大家一听都同心合意地 高声向天主说 上主 是你创造了天地海洋 和其中的一切 你曾以圣神 借我们的祖先 你的仆人达位的口说过 一民为何叛乱 万民为何策划忘事 世上的君王起来 首领聚集在一起 反对上主和他的受夫者 实在 黑洛德和班阙比拉多 与一民和以色列人 聚集在这座城内 反对你的圣仆人耶稣 反对你的受夫者 实行了你的手和计划 所预定要成就的事 现今 上主 请注意他们的恐吓 赐你的仆人 以绝大的胆量 宣讲你的真道 同时伸出你的手 借你的圣仆人 耶稣的名字治病 显征兆 行奇迹 他们祈祷后 他们聚集的地方震动起来 众人都充满了圣神 大胆地宣讲天主的真道 众信徒都是一心一意 凡个人所有的 没有人说是自己的 都归功用 宗徒们以大德能 作证主耶稣的复活 在众人前大受爱戴 在他们中 没有一个贫乏的人 因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 卖了以后 都把卖得的价钱带来 放在宗徒们脚前 照每人所需要的分配 有位若瑟 宗徒称之为巴尔纳伯 解说安慰之子 是类位人 生于塞浦路斯岛 他有田地 卖了以后 也把银钱带来 放在宗徒脚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